嗨 大家好 我是秦宝 我是秦宝 本身以为我们做的这个呢 它会过几天才能干 没想到干得这么快 要干得这么快 因为天气太热了 知道吧 现在要打磨一下 我看看 让姑姑看看 好看耶 姐姐的呢 姐姐的是那个样子的 秦宝感冒了 还没有好 然后打磨完 我们要上色 这个紫色的吧 自己看 喜欢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 好吧 刚好有两条颜色 三条颜色 送这么多呢 然后趁他们涂色的功夫 我再带你们看一下 妹妹做的这个小黄鸭 我也是刚刚在发现的 大家觉得这个小黄鸭像吗 应该涂色一下会比较像吧 对 它还没干 还有这辣小戒指 还有戒指 好漂亮呀 妹妹涂紫色的 姐姐准备涂什么颜色呢 我涂粉色 好期待你们的 作品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看着是干了呢 但是还是不是太干是不是 我们看妹妹的 妹妹的上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看着就稍微好一些是不是 对 然后这个粉色的因为太浅了 就不太显 我觉得应该弄个蓝色或者绿色啥的 会好一些 那我弄个绿色 妹妹现在已经开始涂字母了 因为用的颜色比较深 所以看着就 好一些 对 好了吗 狗狗 好漂亮呀 好漂亮呀 对 等它干一干干一干才能 涂那个那叫啥 我看姐姐的塗成啥色了 姐姐的塗的是今年的流行色 薄荷绿 是不是 狗狗 对 这样对比一下 应该是 还是比较浅的缘故 土的颜色还 十分的就是 显眼 再涂一遍应该会好一些 是吧 两个人做了一下午的这个 都变成小花猫了 然后我看狗狗的脸 脸上弄的都是淘土 然后静宝现在在做最后的装饰 这样看着就好看多了 是不是 来 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我还没做装饰 没事 还没做 因为你的还不干 涂得太厚了 是不是 嗯 都好看 妹妹呢 马上也要完成了哟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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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是姐姐的 这个是妹妹的 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 评论下方打出来吧 因为呢 就是前面的涂上色 效果不是很好 没有干 那后面也没有涂色 等下个星期 你还完全干的时候 再涂色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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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